大家好,歡迎來到MetaEconomy 我叫Zin,我是一個Web3的總監 而我會在你們站著一個co-host 我已經在加密貨幣圈子好幾年 所以想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Web3經濟、加密貨幣的走勢 MetaEconomy這個頻道 就是一個給大家一些教育性質 以及娛樂性質的一些內容 希望跟大家分享 這是我的co-host Jay Hu 我給你介紹一下自己 Hello,我叫Jay Hu 我在Web3裡面負責NFTR和PR 我自己都做了少少交易 事不宜遲,我們就進入MetaEconomy第一集 想說的一些內容 加密貨幣 就是Web3經濟 你一看市場 其實你就會看到 大哥就是比特幣 比特幣 近期呢,比特幣的走勢都非常之好 它有二萬多三萬元 過去幾個月就升到現在六萬多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令到它爆升得這麼快 第一個就一定是 在美國的Bitcoin Sport的ETF 就是現貨的ETF 就通過了 不同的大財團 都供應著這個ETF 給不同的entreprise 不同的high net worth 去購買 只是黑石 只是Black Rock的Sport Bitcoin ETF 現在都已經有 超過 十億美金 一百億美金 的AUM 我們可以看看不同的ETF 你會看到有Fidelity 有AUK AUK AUK Invest的不同的ETF 你看到它在過往 由1月10日到現在3月1日 他們accumulate 他們儲存了的Bitcoin上升的幅度 是很驚人的 你看看 現在由1月10日到現在 黑石已經有超過十萬粒 16萬粒 Fidelity也有超過十萬粒 大家可以看看Bitwise 這些完全不同的Bitcoin ETF的數據 我們可以看看不同的Bitcoin ETF 有不同的Ticker Grace Scale 灰度 他們現在 其實asset under management 他們現在托管的 只是Sport Bitcoin ETF 已經有26 billion 所以260億的美金 在裡面 黑石的I-Bitcoin Trust 它已經有100億的asset under management 你看到很多很多的錢 流入到Bitcoin 還有ETF的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如果你一賣一賣 你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你的稅收就會等同於你 類似你的income tax 但如果你持有ETF超過12個月 那就類似是profit 即是一個利得稅 稅務是不同的 所以你通常見到 人們投資了在ETF那裡 通常都會長持一段時間 所以在這裡的估計 就是這一筆錢 流入了Bitcoin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留在那裡一段時間 是不同的 可以現在看到 我們這個 我們經常都會看的 一個叫Bitcoin Dominance Bitcoin和加密貨幣市場 他們的比率是佔百分之幾 那這個有什麼用的呢 那就是如果Bitcoin的Dominance 是好像現在這樣 超過50%的 那就是所有的錢 其實都流入了在Bitcoin那裡 那個Dominance是為什麼 Dominance就是佔市場的一個比率 就是佔了有幾大 它Dominate了市場的幾大 所以整個Crypto現在 一半的錢都流入了Bitcoin 沒錯沒錯沒錯 就是這樣 你可以看看過往的六個月 Bitcoin一開始的Dominance 其實是不高的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要是錢分佈在Oat Coins Oat Coins是什麼 Oat Coins不是Bitcoin 都叫做Oat Coins 那當時期 當Bitcoin的Dominance低的時候 你應該就是 Oat Coins的賺錢 對USD的幅度就會比Bitcoin大 那那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當時Oat Coins 轉成Bitcoin 所相對換回來的Bitcoin 就比較多 但是你看到過往那六個月 其實是慢慢地提升的 現在 在過去一個星期 其實就是Bitcoin 都是維持在53%至54% 那我們現在展望的是什麼呢 展望的是看 如果Bitcoin可以停留 大約在六萬多 六萬二、六萬五 這個 before all time high之前的價格 看看會不會 Bitcoin的錢 會流入Oat Coins 將Bitcoin的Dominance 慢慢地低減 然後其他的加密貨幣 就因而可以上升 這些錢可以這樣流來流去 那你有沒有投資 你自己有沒有玩哪一類型的幣 有沒有玩Bitcoin 還是你玩其他的貨幣 所以我Invest這類的 又出名的 有Wordcoin OpenAI 那個Founder 出的 還有 FRA F-E-T V-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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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ocity Ferocity 跟著 還有DAC PolkaDot 那個 我也有買些 不過PolkaDot 還沒升 PolkaDot的生態 PolkaDot的生態 裡面有Glam 因為我有試過用他們的AI Tools 他們的Glam 是拿著那個AI Tools 可以幫你做高清 你AI Gen 那個圖 那我用過那個 我覺得很好用 所以我就買多了Glam 進去 那你也是買多些Oat Coins 你就不是去買Bitcoin 一個人 是 因為Oat Coins 可能那個倍數會多些 感覺上 不過其實Bitcoin也升了不少 如果在二萬多到現在六萬都三倍 不過Oat Coins 可能會超過三倍 這樣 不過好像剛剛說 Wordcoin 在短期一個月不夠都已經升了好幾倍 是的 Wordcoin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都有的 就是把 探索你眼球的那個幣 就有這個 有這個Op 有一個圓形的東西 探索你的眼球 將你眼球的一些Biometrics的Data 就做了你銀包鑰匙的其中一部分 去證明你是一個人 一個真人 去持有這個Crypto的錢包 這個是Wordcoin 剛才J Hu就說 就是OpenAI的Founder 其中一個Cofounder Sam Oatman 去創立的一個區塊鏈項目 Wordcoin 在過去的三個月裡面 其實它都有兩個幾 兩個幾 兩個四最低位 其實升到最高點是有9.9元左右 它的升幅都挺誇張的 這個當然也會計算在AI的Narrative 剛才J Hu說的Narrative 究竟是什麼呢 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在這個Wordcoin裡面 我看到 是可以全民用Crypto的可能性 所以我也喜歡Wordcoin 嗯 其實 講開全民性這件事 就是因為 除了香港之外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國家 他們的銀子 其實是對美金不斷不斷貶值的 如果在那些國家 有沒有一些Banking的Infrastructure 其實很難去有一個很穩定的銀子 一個Fiat的Money在那裡存在 如果Wordcoin 打擊了不同的第三、第二國家 他們本來已經是沒有貨幣的了 然後他們可以用Wordcoin 去進行一些交易 一些給錢 其實比起自己會有的一個貨幣 是更加穩定的 當然這件事是比較複雜的 如果他們用Bitcoin 來back它自己的銀子 這樣會穩定很多 這樣你就會有一個 存付可以去做一個穩定的Fiat Money 一個通行貨幣 但是如果純粹用 如果純粹用Wordcoin 其實Wordcoin都會fluttu 譬如 譬如今天用Wordcoin買 雞蛋是用三個幣 但如果萬一 Wordcoin價值升了很多很多 的時候 他們怎樣會再用這三個 Wordcoin去賣那個數量的雞蛋 一定不會 他們一定會拿去其他地方 所以這些問題都是要處理的 所以一定會有自己的銀子 自己通用的銀子 不過backed by something that is solid 例如Bitcoin或黃金 這樣會是比較好的 一個國家經濟 國家的通行貨幣 香港就沒有什麼 銀行會倒閉的問題 但可能有些國家會有 這些危機 打仗 一年內都有很多不同的銀行會倒閉 譬如就是過往2023年 特別我記得有一個直谷的銀行 突然之間crash了 好像是去年 沒錯 只是2023年就有五間銀行 就已經是bankrupt了 根據FDIC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的一個數據 我們看完Bitcoin 就會看Old Coins 我通常會用Morales Money 它就有這個bubble的圖片 去看看過去的24小時 有什麼幣升幅得特別大 現在就看到其實是 Dogecoin、Shibenu等類型的幣 我們叫Meme Coins 為什麼Meme Coins會爆得這麼厲害呢? 其實Meme是普通retail 最容易接觸到的就是 加密貨幣我不知道買哪一隻好 我聽到過一隻出名 那隻狗狗幣出名 它其實就很自然就說 狗狗幣過去升了幾百% 我是不是都要追呢? 我是不是都要參與這件事呢? Meme是帶動一個潮流 潮流幣最容易被普通人去入手 因為如果它要認識其他區塊鏈的加密貨幣 其實非常複雜 這個是加密貨幣的傳輸 這個是加密貨幣的decentralized Wi-Fi 或者decentralized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其實它們聽完就一頭沒水 就要了解它們是什麼 但Meme Coins的風險會不會高一些? 沒錯 是因為升幅大 升幅大 那麼早期持有的人 賺了幾倍錢 可能就會拋售 我知道San是比較喜歡 研究那些project後面的 他們的founder 他們的project在做什麼 那你自己 有沒有一些好的 blockchain project 介紹一下? 那我就會 反而想講解一下我怎樣去研究 其實我就通常 如果是看回那條鏈 譬如Layer 1 那它究竟是有多少的asset在裡面 有多少資產 那些在那條鏈裡面去進行 有多少applications在上面build 那這些數據 或者有多少個幣是已經側壓了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譬如 當Polkadot為例 Polkadot它是會看到它有total supply是多少的 你會看到它有1 billion的supply 那我會看一下 如果Polkadot這條鏈有多少個幣是已經側壓了 即是不在市面上不可以銷售呢? 即是不可以買賣呢? 那那個幣的穩定率就會比較高 類似這些 但是我也會看它的volume 譬如它24小時去trade多少volume 因為當我兌現的時候 我也想有人接到Polkadot去買到 諸如此類的東西 不過我們會慢慢地跟不同的觀眾 如果有什麼疑問 我們可以再去分享這些東西 那可以看到了 Defi Llama 都是一個常用的一個website 那就會看到不同的鍊上面的TVL TVL是什麼? TVL就是Total Value Locked 在那條chain裡面 那就是有多少資產在那條chain上面 還有現在這個看的percentage 就是在看不同的區塊鏈 出名的那些 Selana Ether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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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on 這些鏈上面 它究竟分佈的資產 的percentage 是多少 就是Total Value Locked 那你可以看到 以太鏈 Ethereum 就是最大的 106 billion Total Value Locked 那你看到波長也不錯 都有9個B 90億美金 那麼 以太鏈就有1000億美金 嗯 它應該是106 billion 那它裡面有多少是Stable Coins 諸如此類 那你就會看到這些 那這個就是想讓大家去研究一下 究竟 就是不同的鍊上面有多少的protocols 那有多少個apps 那for exampleEthereum 就有900多個apps 那其實都是其中一個最大的 是最大的 那其次呢 那其次呢 就是 Binance BSC Binance上面 都會有很多的 那其餘就是那些Layer 2 這樣就有不同的 那你看到Avalanche 雪崩都有300多個 那所以你會看到 那你再看回它的價格 那其實它可能就真是undervalue Avex Avex現在才是42元 那其實它最高點的時候是去到144元 Avex是做甚麼的 Avex也是類似以太年 那是一個Layer 1的Blockchain 那你可以在上面蓋apps 那在上面做不同的經濟 做遊戲applications 主要出來 好像一個建築的地基 Layer 1 Layer 1 Layer 1就是一個區塊鏈的第一層 那顧名思義就是Layer 1 那你在上面 那它就是做了一個帳簿 Blockchain就是一個帳簿 那你就在上面蓋apps 那就是做這些東西 那它其實跟你市面上 譬如AWS 雲端那些是類同的 那只不過它是一個去中心化的 一個分補式儲存的技術 那如果觀眾是對這些有興趣呢 可以去不同的YouTube Channel 那其實他們都會有講解 一些區塊鏈的形容 那如果J Hu 你喜歡探討一下這些類型的knowledge 其實都可以 我遲些可以跟觀眾一起分享一些不同的教材 那可以自己去去去學習一下這些基礎的東西 那我們Meta Economy 我就不想講太多基礎性的東西 是想快點去go through the market 那怎樣 那樣 那走勢啊 加密貨幣的流程是怎樣 那走勢是怎樣 那些錢是怎樣去flow 那大概的fundamental analysis 那所以如果tap into technical的東西呢 那我相信有很多其他平台會更加適合去看這些東西 那除此之外呢 那除了我看我個人 那除了看total value log之餘呢 那我會看它在social media的一些走勢 一些狀態 那譬如 在區塊鏈加密貨幣這個市場 其實那些人很based on Twitter X.com 那 那 Old Steady 就是我用的其中一個平台去看他們的tweets tweets就是x.com裡面的post 那我就會看一下有哪些幣是被mention得特別多的 那它會看到它的volume不同的東西 那譬如 類似這個 那譬如我如果要track kucoin的幣 那接著我就可以track到 Kucoin是其中一個加密貨幣平台 那就track到 有哪些幣在裡面是特別多mention的 那for example Dogecoin是在升的 很多人在說Dogecoin 很多人在說ADA 那讓我們看一下 現在ADA 或者Dogecoin 他們現在的 他們的價錢是在做什麼 那其實Dogecoin也做得很好 有20%的增長 那可能所以就多些人就說 什麼是Dogecoin 什麼是Dogecoin 那接著ADA也多了 ADA就是Cardano 也是一些不同的Layer 1 那你見到這裡 就是 Dogecoin和ADA都加了幾個% 然後他們其實價錢上面 都是升了大概10%左右 那這一堆幣都是一些比較 老年一點的幣 有些歷史的幣 那你會見到 每一次牛市都有很多 無數的新的幣上架 那那些幣的升幅 比起舊的幣更加誇張 幾百倍 甚至一千倍都會有 是的 那這些 那我們會在之後的episode 裡面會更加多用這些tools 會更加深入地跟大家去分享 和分析 如何去研究 拆解這個家務貨幣的市場 是的 那這個 這個是另外一個metrics 那剛才我們看了Bitcoin Dominance 那這個就是crypto total market cap excludingBitcoin and Ethereum 那就是 除了Bitcoin和以太幣 最大那兩個幣 其他的幣 佔據這個市場 是多少錢呢 那其實現在呢 就大概是 六百幾個billion 是的 就是六千幾億的 微金 那現在 你可能問一下 那現在 有多少錢 現在是有 2.4 trillion market cap 就是現在 現在總共 加密貨幣的市場 是2.4 trillion 的market cap 那 其他Otcoins呢 所佔的率 就是大概六百幾個billion 就是一半都沒有 是的 那跟剛才剛剛 反映了那個 Bitcoin的dominance 是相應的 是的 就是現在 算是Otcoin 未爆升的階段 沒錯 現在就是Otcoin 未爆升的階段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 我會用的 一個blockchain center 的一個website 那它看到有一個metrics 叫做Otcoin Season Index 是的 就在看其他幣 究竟是否它們的時間 是沒有的 那它這個 這個數字 67 其實它去到大約 過了75的話 應該是過了 過到近Otcoin Season 那裡 這個號碼越大 那就是代表Ot Season 越大 即是我就 我就會升 你就會升了 是的 暫時還未是Otcoin Season 但你看到Ot Season的時候 就會超過了75這個點 是的 你見到這個 快來了 都正在升 對 你看到如果它 你見到它 如果找到下面這個 做support 其實它的trend 是不斷trend up 其實是這樣 上下上下 這樣來 沒錯 一時就是Bitcoin做主導 然後一時就是Ot Coins做主導 但是你見到現在 這麼多的Ot Coins都在爆發 其實慢慢慢慢就會掌握到 很多不同的 所以在加密貨幣市場 你可以見到Meme Coins 一定是現在的主導 你看到Pepe Dog with Hat 這些幣 Bonks 這些全部都是Meme Coins 都是潮流幣 如果我用中文解釋的話 我只知道加密貨幣這個市場 非常之新穎 可能只有十多年的歷史 由一開始很認真的Bitcoin 到以太幣做了一個更加多 技術上的改善的一個幣 然後的一個區塊鏈 然後現在就越來越多不同的貨幣 加密貨幣和不同的Apps 在上面建立 我知道一開始 如果要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非常之難的 但是我相信在一兩個月內 大家都會對這個圈子 對這個 這個area 會有更加大的認識 所以希望我在這裡 可以慢慢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在你們有空的時候 可以自己去學習 自己去看一些你很想了解的東西 但是我自己個人認為 看它的幣的升幅 升幅 升跌 其實就有點類似 Stock 如果你純粹用金錢的角度去看 其實它也是 你買了這個幣去升 你買了你對反現 就是類似這些 所以大家想不想認識它 很深入呢 是你們的選擇 我喜歡研究它們的 因為 更為教育和娛樂的為例 錢那裡 我想很多幣都很誇張 所以 希望大家在市面上 在市場上 就小心一點 因為它升得 就有人拋售得 類似這些 還有我想 可能溫馨提示一下 真的要了解完這個幣 或者是那個 項目背後在做些什麼 先去買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是投資 是賭博 賭博 但是賭博也沒有問題 但是你自己要承擔到那個風險 沒錯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 就會做了一些叫FOMO的事情 Fear of missing out 譬如看到比特幣不斷升 我就是會想買 所以有這些心態 亦都是 我們在加密貨幣圈子的人 看到當所有retail的人 瘋狂地買 或者問你 怎麼買比特幣 怎麼買這個幣這個幣 我們就會開始害怕 早期投資者就會 是否應該開始要 賣給這些人呢 這些就是 我們經歷了幾個cycle的人 就會見到這個現象 就是當所有人都認識加密貨幣的時候 就是我們想離場的時候 就會慢慢 我們會用一個方法叫DCA 這樣離場 就是dollar cost average 就是斷層的 沒錯 譬如你賺了多少倍 你就離開一點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的加密貨幣 可以繼續爆升 你不想miss out那個爆升的幅度 尤其我覺得金錢的幅度 千萬不要貪心 那個心態是不可以貪心的 還有你可能設一個target 我賺到我想要的一個落酒 差不多落酒了 我也是會提議 我個人意見 就是不會拿走了 可能你拿走你原本的本 再加一堆 但你永遠都可能 那些casino的money 你就留在那裡 你不知道它會不會爆升 但我覺得Bitcoin Ethereum就最穩陣了 它們跌又跌得沒有那麼久 還有我們最近留意到 Tron也是非常穩陣的一個區塊鏈 Tron 這個中國的 是的 Justin Sun 創辦的blockchain 其實它非常穩陣 它現在來all time high 只是40% 還有過去的熊市 其實跌幅 跌完之後它就慢慢慢慢提升 非常穩定 Tron是我們每次做交易的時候 都會用到的那個鏈 Tron就是每次用 就是當人transfer USDT 傳東西給人 都是慣用的 是 尤其是我想是 香港 亞洲區 都經常用 TRC20這條鏈去傳 對 我們看看不同的Oat Coins 我們看完這個Oat Coins Dominance Oat Coins的Market 我們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Bitcoin season which means opportunities are still in Oat Coins 還有很多機會 現在還未爆升 雖然是升幅很多 我們看看有什麼幣 其實我最想說的是 其中一個大佬 就是Ethereum Ethereum 為什麼它會有這麼大的 這個藍色就是它的PiChart PiChart佔據超過68% 在Oat Coins這個Chain上面 它就有很多Apps 在那裡 很多Applications 在Ethereum上去發展 你看到有不同的Layer 2 有不同的NFT application Stable Coins 這些我們會慢慢慢慢 在以後的一些episode裡面去談 這些大部份 都有自己的加密貨幣 他們的加密貨幣 亦都有機會升 這個要看回 這個加密貨幣市場的Narrative 就像剛才J Hu說 有AI 有不同的Narrative 的題目 就是不同的主題 在這個加密貨幣裡面 是今期會爆升的 例如Meme Coins 諸如此類 所以我們會和大家密切去留意 這些類型的貨幣 可以選自己喜歡的版塊 慢慢去發掘 例如AI 遊戲 或者是Ethereum 甚至有些是做交易的 金融交易 Trading 很多東西 或者很多交易 都自己有Token 尤其是最近 我們知道Narrative Narrative 出了 它的 profits 今年 是有 不錯的表現 有不錯的 percentage 所以都令到 AI幣 有大幅的上升 例如 其中一個 比較出名的 AI幣 Ajix 在過去一個月 也是由 0.28 大概是0.2多 0.2多 0.2多 升到0.84 這個幅度 其實你看到它的增長是非常可悟的 Ajix 沒錯 我們遲些會有不同的episode 不同的episode 會講關於不同的版塊 相信這樣會令不同的觀眾朋友 會更加了解到裡面的內容 還有更加多的educational items 今天就想講完所有的 不是所有的 講幾個比較大陸的加密貨幣 project 比較舊的 剛才講了比特幣 也講了少許Ethereum 其實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Chainlink Chainlink Chainlink就是一個Oracle Oracle是什麼 Oracle就是一個數據機 這個數據機有什麼用 它就是可以把網絡3.0 Web3經濟裡面的所有數據 集成在一起 然後再用API 去連繫不同的application 去讀到那些資料 Chainlink的特別之處 它除了連繫網絡3.0的經濟 也跟不同的Web2 普通的Enterprise行業 都有它們的數據交流 它就拿到兩方面的數據 然後再給不同的application 去用 如果你相信數據就是新的汽油 Chainlink這個項目 它也是在做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環 在未來Web3 economy裡面 Web3 applications裡面 它是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保堅 Chainlink 我們可以看一下Chainlink的 一些價格的走勢 可以看到Chainlink 其實過去的一年裡 都是由7-7元 你當最低是5個多 升到現在是21元 都超過3倍 3-4倍的升幅 所以在牛市裡面 個個都可以是專家 如果你純粹是購買不同的加密貨幣 純粹如果你是用金錢的形式去看 或者是升幅的形式去看 其實個個都在賺錢 早期入的人都在賺錢 看他們什麼時候退出 可以看到Chainlink其實已經有6.9兆 我想6.9兆的資金在裡面 但你看看Chainlink現在的價格 它完全滲透都只不過是21億 只有210億美金 其實它在管轄或者處理 超過6.9兆 6.9兆的資金 我想是6.9兆 這個只不過是去到2022年的時候 現在尤其是Bitcoin ETF 批了 這些全部的數據 其實它會處理很大量 很大量的數據 在這個數據機裡面 去分享給不同的applications 那它怎樣賺錢 整個economic model 其實就是你需要這些數據 就需要用到Chainlink這個幣 去call這些數據出來 那它就做了這個經濟出來 沒錯 所以對smart contract development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要留意多些 那Chainlink 那它接下來的upgrade是什麼 就是做一個cross-chain protocol CCIP 那cross-chain protocol 顧名思義就是不同的區塊鏈 剛才你看到有不同的區塊鏈 裡面有不同的TVL 那它就是將那些數據整合 不同的區塊鏈的數據整合 跟著溝通 跟著再分佈 去給不同的applications 去所需要的 那它又做了區塊鏈連繫大家 不同區塊鏈聊天的重要的一環 那每次過都要用到Chainlink的幣 沒錯 如果它們選擇用Chainlink來做他們的數據機 那所以Chainlink呢 我相信大家要密切留意 在未來的一個月裡面 或者三個月裡面 一至三個月裡面 如果Chainlink有什麼幅度的提升呢 所有的數據機 所有的Oracle這些類型的projects 都會因為Chainlink這個大個而帶動到的 那它的小弟有什麼幣呢 它的小弟有什麼幣呢 它的小弟第一 第一就是有Band Protocol Band Protocol Band Protocol也是一個數據機 它也是做一個跟Chainlink完全一樣的 就是做一些 cross-chain的東西 You can see It's a secure scalable blockchain agnostic decentralized oracle Oracle就是一個數據機 它用了不同的bridging方法 不同的data standards去做 就是把不同的區塊鏈的數據聯繫 through這個Band Protocol 跟著跟real world information 大家有個交流 就是把真實世界和電子世界 數字世界的東西 互相雜成分享 用數據去做分析 再做一些predictions 諸如此類的東西 這些就是數據機的作用 除了Band Protocol 亦都有API 3 API 3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大路的 一個oracle的幣 它現在是大概3.9 它最輝煌的時候就是10元左右 最低就是爆指 WOW 最近過去一個月 它都是由兩個六毫八 兩個升到最高的四個六毫九 現在就在accumulate 是一個consolidate的一個phase 可以看看它未來會不會因為chain link 這個大哥爆升 而得到一些更加handsome 更加豐收的情況 還有最後一個 其實還有兩個 都是oracle的幣 Pyth 就是一個比較新的幣 它爆升的幅度 可能比chain link更加大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新的 新的一個幣 它就由大概兩毫六 升到現在六毫九 因為它市值比較低 亦有很多不同的backers 有機會是新的chain link 但是我還是會把我的眼光 放在chain link身上 為什麼呢? 因為它真的做了很多年 我想在2015年 5、16年已經開始做這個項目 是否比較穩妥 除了穩妥之外 他們的partnership 都是非常之厲害的 譬如它已經跟visa 各樣的合作 在區塊鏈上 也跟很多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項目 都已經在用chain link 這個or arm數據機 你可以看到這些圖片 其實我都會留一些link 在description裡面 大家都可以在這些link裡面 找回我所提供的materials 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瀏覽一下 看看 我純粹讀一讀 譬如這個chain link的自己的網站 他們過去達到什麼貓送呢? 第一個就是 6.9 plus trillion in transaction value enabled enabled超過六小的 一個transaction 5.8 plus billion data points 然後還有70萬 plus 的verifications of off-chain and cross-chain reserves 它就是proof of reserve 譬如你的家律師有多少錢 類似這些東西 為什麼家律師要提供這些資料呢? 是因為 讓人們知道 我放了錢在裡面 你們是有錢去給我 這個是webfree 很大的一個特點 是嗎? 全部都是open 比較透明 透明度很高 是 他們的community 社群 都是很demand 你快點告訴我 是 就是你們究竟 你的交易有多少錢 你會不會 因為我現在盲目地 在網上信你這個交易所 所以其實那些透明度高 是需要的 我看到數據會最直接 會比較 會令到你有安全感 但是這樣也不排除 一些交易所倒閉 或者是拿了錢 然後走 所以大家選擇交易所 都要小心一點 嗯 可以看到 這個chain link 是有很多不同的 很多很好的 milestone 已經達成了 在過去的一兩年裡面 有1600 projects in the chain link ecosystem 就是有超過1600個 projects 在用chain link 跟著它launch了 超過1000個oracles 去做這些數據 對 跟著超過 超過1000萬的request randomness的request 注意處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在下面的link裡面 去看這些資料 對 最後最後 在我們臨完場之前 我就想介紹給大家 一個我最近期最熱愛的一個幣 你有沒有一個是你最熱愛的 我可以介紹 random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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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randomness 這個幣 你喜歡去什麼 因為我是做art的 我也會randomness 對 randomness randomness 就是剛剛Ju說的 就是一個distributed GPU rendering 的一個service 你就是用randomness 這個幣 剛才就是看這個RNDR這個幣 就是用這個代幣 去給錢 當是錢 去給這個GPU 去random 你要random的一些東西 現在看到AI Generative Arts 他們很盛行 其實如果越要高清的東西 如果你要做一些迪士尼 Style Pixar Style 其實你的機器 要的用量數據都是非常之大 Render就用了一個obtain的技術 一個不同的rendering的技術 就去 Render這個網絡 就會提供一些GPU的空間 like computing power 一些數算力 去幫你把這些files 這些image files video files 去Render出來 類似這樣 Ju就很喜歡這個幣 是不是你磁衝比較 最大的一個就是這一層 OK 他算是AI的範疇 見到相當可觀 在過去一年裡 他都是由一元左右 升到七個六 恭喜你 牛豉都沒有那麼火 都有點牛 但都沒有去到尾聲 其實已經是一個不錯的成績 而我呢 我就比較喜歡看一些新穎少少 或者是cryptocurrency decentralization 去中心化網絡的一些 怎樣說呢 我不想說革命性 不過都算是 就是把這個internet crypto是革命性的 是不是 那就是 給大家一些privacy 給大家一些privacy 去在網絡上面 在區塊鏈上面去運作 加密再加密 加密 然後將你的線 就是在網上的綜織 或者你自己做過的 transaction紀錄 這些可以不是太公開的時候 就可以不公開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例如你去賣咖啡 去starbucks買咖啡 你去奪完八達通 或者你去用銀行卡給錢 如果那個收銀員 會知道你銀行裡面有多少錢 是不是很奇怪 但這就是加密貨幣的一個幣點 就是如果你用加密貨幣給錢 其實他知道你的錢包 因為公開的算佈 他就會看到 你是那個大鯨魚 對 就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遲與早 在加密貨幣這個區塊鏈 這個空間 一定會有一些privacy的protocol privacy不是代表 你不需要不讓人 我覺得是一個human rights It's not secrecy 我不是不想讓你知道 只不過是 我有權不讓你知道 我銀行包裡面有多少錢 是不想讓你知道 是 因為不一定要讓你知道 所以這個是 區塊鏈的一個 我看到的problems 所以我覺得 將會是一定有一些project 去面對 去解決這些問題 那我就喜歡 Ator Ator Protocol 它就叫Ator 它就給予一些anonymity 的layer 給一些匿名的layer 給這個網絡 那它為什麼叫Ator呢 其實Tor就是洋蔥的router Tor 即是無痕 類似的那類型的router 那為什麼我覺得它很好呢 因為其實大家都很少用Tor這個network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可能它比較慢 你可以看回 如果你開一個incognito 或者你開一個Tor network BPM 類似那個方向 那它比較慢 那Ator呢 就是它做了一些硬件 它做了一部機 那你見到是一部 一部mining的機 對 就是這樣 你會見到 它就是給大家可以買這部機 然後供應你家裡的電力 算力 去做一個relay 就是幫它做了洋蔥的其中一部分 那它就會獎勵你這個幣 所以它為什麼會叫做dpin呢 為什麼它會叫做dpin呢 因為dpin就是一個去中心化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中文怎麼理解呢 可能我遲些要搜尋一下才告訴大家 但是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共享了你一些能源 或者一些數據 那個區塊鏈項目就會獎勵 特定的 就是你應有的獎勵代幣給你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有這部機 供應你的算力 你就可以賺到加密貨幣 這個就是一個 就想全部人都可以做的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一起做 那就全部人都可以賺到這個代幣 OK 所以Ator這個protocol 就是我近期最喜歡的一個項目 那它的價格呢 都未升 都未升 都不是說升得很多 那它在過去那三個月 就是由最低位的六毫八左右 就升到現在是一個二毫半 一倍 大概一倍左右 那都是一個 我覺得是under radar的一個幣 因為它現在的市值只不過是1.2億左右 1.3億 1.2億 美金 是的 那 算少的 是的 在加密貨幣裡面來說 就算非常小的 是的 它都排名是第四百多名 差不多五百名 那大概是這樣 那希望大家在這個第一個episode裡面 是得到很豐富的資訊 那希望你們可以在comment下面裡面 給一點點提議我們 看你想聽些什麼 那跟著我們就可以因應你的口味 因應我們早期supporters的口味 去做一些更加好的content給大家看 那 好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 多謝大家